4月6号 马荣公布自己与王宝强的房产情况 并称所有的刻意栽赃都将通过法律追究 他表示数套房子都被王宝强单方面私自换索强行占据 并称被王宝强栽赃转移财产 声明写道 他和王宝强名下共有6套房子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有5套 北京的3套房子自离婚声明起 被王宝强单方面私自换索并强行占据 而5号晚上 媳妇派人敲锁的那一套是在父亲名下 并不属于婚内财产 看来在财产分割问题上 双方已经掀起了新一轮战争 但目前为止 王宝强方面并未对房产事宜付出回应 芒果拉新闻 期待真相大白 报道